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新北市公园绿地到底有多少?不止新北市议员要不到资料,连新北市长朱立伦要资料也是四散各局处,缺乏统整的数据。朱立伦今天在市政会议中特别要求相关单位加法稍微好一点,要绿美化环境景观处负责,在一个礼拜内提出加总各局处后的统计数字。 新北市议会昨天审查绿美化环境景观处预算议员炮声隆隆,怒指景观处资料提供拖延,不时无法掌握境内公园,有据修缮的进度。 民进党团市议员李昆成询问,到底哪个单位负责公园管理?民进党团书记长钟鸿仁也建议比照公务局养工处有专责单位整合公园管理。 市府今天一早例行召开市政会议,朱立伦在听取主技处报告后,与众心长的说,市府各单位统计数次人具本位主义,要求主技处研考会检讨,他举自己为例。 问过很多次从升格至今,公共建设总共花了多少钱?答案都不一样,有只算新北市政府支出的,有算加上中央补助款,甚至还有分基金预算的。 朱立伦说,不管是公路总局兴建的公路,台北捷运公司负责的捷运或水利署做的提防,都在新北市境内。 我是新北市长,不只是新北市政府市长,市长就是管全部的市,新北市政府只是新北市里面的一个机构。 他问的就是新北市的市,不!只是新北市政府的市。 要求主技处更研考会一定要检讨,掌握精准的统计数字。 朱立伦接着说新北市有多少公园绿地,到现在讲不清楚。 接着依依点名在场城乡局、景观处、农业局、高滩处、水利局、公务局首长。 你们四个加了一个礼拜都加不出来,为什么要求景观处负责统计人家都帮你们做公园,不然都应该景观处做才对。 加减乘除的加法稍微好一点,一个礼拜内加总出数字。